頑狂那拍撲 又猛火焚 因為第一首是《有我》 如果計算是今年來計算 因為《有我》是在演唱會之後 一月的時候才出的 演唱會的時候還未錄好 但就先唱過 新的專輯 今年年中未會推出的專輯 第一首歌曲就是《對得起自己》 所以這次已經是第三首 這首碟的第三首 不是 它有個關係 其實這個專輯想做的那件事 和演唱會是有一個掛勾在 演唱會就是一個長的故事 由一九八幾年開始 我小時候開始講到現時 而在專輯裏面 其實都想營造一個這樣的順序 其實是一個過程 所以你說歌曲風格上 是不是有一個聯繫 就不是的 但是它在鋪排上 在故事上 它就是有一個關聯 就是在這首專輯裏面 我猜會是排第三 第三 暫時 第二至第三 如果在跌的順序裏面計 因為它在形容的過程 就是最糟糕的時候 就是這個故事裏面的最黑暗的位置 因為整個專輯想說的就是 起源了 過程 過程要有一些事件發生 而引發一些想法 而怎樣走出也好 怎樣經歷這件事也好 就是在碟裏面表達這個題材 這個位置 有它很大的用途 通常對我來說 成長其實一定要經歷一些跌跌碰碰的 這些跌跌碰碰 是定義你為一個人的 原因是 如果你由頭到尾都成功 又或者順暢的話 其實你要做一個舒舒服服 開開心心的人 很簡單 你都不用經歷那些事情 怎樣去定義你是一個什麼的人 就永遠都是有懶的時候 遇上麻煩的時候 你怎樣去面對那件事 和那件事完結之後 你怎樣去因爲這個經驗 有些什麼的啟發 而令到你個人有些什麼的轉變 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不是Rapper Rapper是一個態度 我的專業是在唱歌的部分 我將來會不會可以嘗試一下Rap 可以 但我不想它成為一個焦點 我不想因為 我不想買 我嘗試新東西 而不選擇去Rap 還有 好像跳舞 或者彈結他 我之前彈過 那過程就是 因為我想寫歌 所以我會彈 在練習的過程裏 就做多些有練習的機會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公開場合 去嘗試去彈 但我不想這件事變成一樣賣 即 我不想賣誠意 我也不想賣 也不想賣 努力不努力 應該是 Let the work speak for itself 這十年來做過的事 可以做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但因為要錢 音樂員也要錢 當然大家又有公開 我又可以唱歌 粉絲又看得開心 是個好事 因為上一排 那次做了七八次 其實已經唱到沒有歌唱了 只是不知道唱什麼 對 你覺得好像七八場 那你覺得有什麼得著呢 練歌這樣練 其實得著是 給自己多些演出的機會 由十點半去 原來原本是預做到十一點 但我沒有收到這個通知 我以為其他時間可以free jam 所以第一次開了個先例 就是做到十二點 之後就每次都做到十二點 不是越唱越想唱 那你有沒有因為這樣 快點上場 那又沒有 很心急 那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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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現場Live緊張 是啊 我是緊張的 所以 這樣說 我又不會因為緊張 而不想唱 但是 又未去到 我每一分每一秒 都很想快點上台表演 我知道有一個衝突 你又是職業歌手 又要有 演出的機會 但是你又會每次上台的時候 都不懂得盡情去享受 因為你本身就不是那種 我享受在一個台上唱歌的人 都沒有辦法 但是我喜歡唱 也有這個能力去唱的時候 也有這個機會去唱 我就繼續唱 我又不會推不上台 但我也不會推特別 很需要快點上台 就是這樣 我如果有的話 那當然好 跟老師說 唉 我都想 我都想 可以 預工作於娛樂 真的最棒 但是 不是 經常都這麼理想的 去加拿大沒有問題 現在 回來有問題 就是回來你要隔離 依然是 七天 七天都很多 如果跟我家人去的話 和女兒和老婆去的話 都可以 會悶死女兒 她在隔離 一個禮拜 她真的會悶 大人知道什麼原因 你要留在這裡 小朋友你解釋 你很難解釋給她聽 而令她接受 我想問你的女兒 會唱你多少歌 我的歌 她不是說會唱 因為她沒有說一首歌是會唱 ABC都差一點 所以她沒有一首歌是很完整 有的 就是上學的小短的歌 眼仔 看左邊 她可以唱一首 放學歌 上學歌 她懂得唱 但是一首正常三分多人喜歡的歌 她是不會唱的 她沒有一首是會唱的 就算是爸爸那些都不行 都不行 我們家裡都不會聽我的歌 我 神經病 我不用她聽我的歌 我不需要刻意去灌輸我的音樂 她現在有沒有覺得很有趣 在電視機上發現到你 她是習慣的 她沒有特別說覺得有趣不有趣 她經常在電視機看到自己 對不對 因為我們開Live 你可以在YouTube那裡看 所以其實她在Live 她經常在電視機看到自己 如果她自己 我想開個頻道 我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她自己做 挺有趣的 我覺得很好笑 但我不會幫她 希望 盡量 我想我都會幫她 她要我幫忙的時候 我一定會幫她 但如果她 我不會拒絕幫她 但我亦都不會爭著 甚麼都幫她 如果她想自己拍的話 她就自己拍 我可能要幫她上載 可能要幫她 有輕輕的剪輯 都不奇怪 但是她自己的興趣 當然就鼓勵她自己去做那件事